马来西亚的僵尸启示录 作者Max Brooks住在美国 但他对马来西亚的了解令人难以置信 任何看过布拉德·皮特 2013年关于僵尸病毒在全球传播的电影 僵尸世界大战的人都会有兴趣 阅读Max Brooks的漫画小说《灭绝游行》第一杠十二卷 为什么? 因为漫画小说是以马来西亚为背景的 克斯、布鲁克斯的大部分作品 都是以僵尸复兴为主题的 他的第一本书《僵尸生存指南》 是僵尸启示路亚文化的先驱 随后的小说《记录的攻击》 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 马克斯、布鲁克斯随后继续出版小说 也成为了僵尸题材的漫画作家 在这些书籍中 漫画和图画小说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 僵尸战争的口述历史 《新死者》 你想知道的关于僵尸的一切 《哈林地狱斗士》和《灭绝游行图画小说》系列 与设置《马来西亚》 《灭绝游行》 以大马卡、双子塔、双希望广场、马来西亚警察和士兵 蒙面僵尸为特色 并使用马来西亚语词如《国家线素》等 绘制的僵尸看起来很吓人 然而 这本小说不仅是关于僵尸的 它还以吸血鬼为主角 这部漫画小说的两个主角是两个吸血鬼姐妹 莱拉和敏 她们从新加坡移民到马来西亚 在那里她们可以有更多的自由来杀人而不被发现 当僵尸病毒传到马来西亚时 莱拉和敏最初认为这对她们来说是一种祝福和乐趣 因为开始吃人的僵尸间接掩盖了她们现在更喜欢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 猎杀人类的 令人发指的行为 但不知不觉中 这些丧尸也间接限制了她们的食物来源 最后莱拉和敏不得不与丧尸战斗以求生存 Max Brooks在接受Adventures in Poor Taste的采访时表示 她选择马来西亚作为漫画小说灭绝游行的背景 是因为她需要一个在短时间内经历快速变化的地点 她说 我需要一个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经历过快速变化的地方 因为吸血鬼是不朽的 所以她们基本上是一个静止的种族 她们不会改变 她们总是对受害者的快速变化感到惊讶 2020年1月25日 三名中国的公民通过邻国新加坡入境马来西亚 后续马来西亚的官员宣布三名旅客 在该病毒的测试中呈现阳性反应 成为马来西亚首个确诊病例 并于2020年2月3日确认首个马来西亚人确诊 2020年2月5日出现本土确诊病例 个案数从个位数缓慢增长 而在2020年2月27日开始 于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传教活动中 引起了大规模传染 截至2022年6月8日 马来西亚已累计报告于451万8965名确诊病例 于35705名患者死亡 有没有觉得和漫画的情节有点相似 是巧合还是预言 大家觉得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